多國立法會議員要求當局改善遺風檢測和居家隔離的安排 民建聯早上與食物球衛生局副局長隨德議會面 提出被遺風檢測的居民和時間下樓檢測擔心受感染 希望可以做好人樓管理 若人手許可可改為上門坐仰 而禁足大廈內長期病患者藥物不足 民建聯引述官員說承諾交由醫院管理局跟進 工聯會促請政府確立檢疫期間的勞工保障 包括居家隔離 亦可以如果入住檢疫中心或衛生署發出病假證明書 另外七個立法會議員聯署促請行政長軍和政策局 制定多天遺風檢測流程指引 明確各部門的分工妥善處理行動 昨晚有124宗陽性個案 個案編號是13401到13524 其中31宗是輸入性個案 包括21宗是由印度底港的一個船 裡面有些船員確診 船在印度來到23號到港 另外有93宗是本地的個案 本地個案裡面有53宗是相關的個案 跟其他個案相關的 都包括一些葵涌村 例如一些居民自己的家人 或是來過的親戚朋友 都包括一些其他的個案 另外有6個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稍後再講一講 另外有33宗是葵涌村的其他居民 包括有15宗是入葵楼的居民 一個是入葵楼的保安 4個是影葵楼的居民 10個是下葵楼的居民 不過就是在四個單位裡面 一個是玉葵 一個是翠葵 一個是雅葵 到這一刻 暫時我們有的初步陽性 加上已經確診的累積數字 在葵清區是276宗 比昨天多了64宗 當然有很多個案 都是同一個單位的個案 另外一樣 就是我們有關部門在大埔林村 沿林錦宮路 由教寮下去到平朗花園一帶 這個範圍採集的污水樣本 驗到對新冠病毒呈陽性的反應 為了這件事 我們都會在這個污水樣本 再縮小範圍 以及做檢測 也希望附近的居民 進行自願的檢測 我們採集的範圍附近 都會設立一些流動的檢測站 希望大家留意 我們今天的確診個案裏面 就有發現有個個案 在荃灣花園榮華國居住的 它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我們都懷疑會不會有垂直的傳播 同事和其他部門的同事 現在都會下去看一看 有個個案 我還未說 是一個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 第六宗 就是一個女士29歲 住在葵屋縣安葵國 暫時我們都在調查 就找不到1月24日開始發燒 1月23日就在檢測中心 測試陽性 這個日葵樓一般來說 潛伏期雖然可能短些 但也會有個別長一點的潛伏期 就不是說一概而論 全部都是很短的 否則我們都不需要一個潛伏期 可能還是穩陣一些 要全包了的話 大概是要14天的 當然 你說遲幾天 可能未必會蓋上整個潛伏期 但是都會看看 究竟會不會 那個趨勢是跌得很快 是不是已經 找到大部份的個案 還是還是有很多個案 旺大先辭 農曆新年頭炷香 不開放給公眾參與 食食員說 近日疫情嚴峻 為了保障善信安全 和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年29萬的頭炷香活動 將會不開放給公眾參與 改由監院李耀輝主持 黃大先辭在紫夜12點正 中古齊鳴24響 為全港市民祈福 儀式經網上直播 黃大先辭在年29的開放時間 維持早上7點半到下午4點半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出席明珠台節目 清心直說的時候說 雖然新一屆立法會 只有一個非建制派議員 但仍然具有廣泛代表性 議會的立法過程 將會比起以往長順 而將會取出香港的觀看法 從那些人想破壞香港 和停止Lexco的活動 梁君彥又說 部分新進議員並不是在香港出生 他們可以將更廣泛意見帶入立法會 加上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 和大灣區發展扮演重要角色 來自內地商界的議員 可以令香港和內地關係更加緊密 深圳明天開始要求由香港入境的人 現場集中隔離檢疫到十四日 由香港入境深圳的普通旅客 現在入境後要七日隔離檢疫 加七日居家隔離 之後亦都要居家健康監測七七日 深圳口岸辦公室宣布 星期三開始 該為集中隔離檢疫兩星期 即是其中一個星期不可以再居家隔離 之後同樣需要居家健康檢測七七日 入境的時候仍然要持有24小時 陰性核酸檢測自本證明 東局說因應外國最新疫情作出有關決定 消息說公務員事務局正是招募退休紀律部隊人員 在農曆新年期間協助遺風強檢行動 有關照片是以短期同兼職形式 招募退休紀律部隊人員在下星期二到星期四期間 協助可能進行的遺風和強檢行動 時薪是390元 工作包括上門探訪高感染風險樓宇 協助居民登記和人流管制等 工作時間由下午5點到凌晨2至3點 亦都可能要在日頭當席 月初出席港區人大代表洪惠民生日派對的多個官員陸續復工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就繼續休假 林鄭月娥說是她主動要求徐英偉休假 相關紀律調查結果會在農曆新年前公佈 出席洪惠民生日晚宴 將有重要責任所以決定繼續暫停她的職務 對於民政事務局局長我沒有錯我當日說 我表示是比較失望在這麼多人裡面 可以說今天都仍然是這個結論 無論是政治問責制度對於官員的要求 或者公務員制度對於公務員的要求 出席過晚宴同樣在築高灣完成檢疫的入境處處長歐九旺 朝早8點乘政府座架回去灣仔的辦公室 出席過晚宴同樣在築高灣完成檢疫的入境處處長歐九旺 另外11個的官員林鄭月娥早前命令他們要居家隔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警務處處長蕭澤義和廉政專員白韻六等 亦已經是星期一復工 被問到特首選舉的提名期何時公佈 林鄭月娥說按照法例目前仍然有空間 稍後會作出公佈 無詩電視記者澤軟文報導 香港大學推出頂尖運動員入學計法以體育成 本科入學首要輪選標準 港大說有關計劃 吸引精英運動員入讀 無論學業成績上嚴格設限 報讀的人需要參與大型國際賽事 例如是奧運和世界杯等 校方會提供著足獎學金、國際交流 學業輔導、訓練和比賽之助等等 今日開始接受申請都是14日自助 不限本地學生、現役或退役運動員都可以申請 預計取65人可以選獨物理學院、社會科學學院 或者工商管理學院的學士學位課程 在上學和考試等方面 學方會有彈性安排 但不會降低畢業要求 舖上學院學院的學校